其實我現在搭捷運旁邊的路人應該會覺得我很奇怪 因為就有一個女的 明明就戴了口罩還在那邊 然後還有這樣 我真的不管旁邊的人 然後練到我最近常常做過站 本來以為就是很像那個迪士尼公主啊 不是結婚之後都會過得幸福美滿的生活嗎 我沒有不幸福美滿 不是說沒有這回事 是很感謝大家信任我 開始會找我譬如說像今天的活動啊 那我覺得我沒有變 這是唯一的我意外的改變 我本來覺得我可能會什麼什麼得失心更重啊之類的 但我現在好像每天還是過得天真可愛轉圈圈 沒什麼變 我現在就是乖乖的吃這些保健食品 所以我其實反而覺得精神狀態也變好 那它也可以幫助你代謝 所以關於這個部分除了運動 我就是如果各個廠商就多找我 我覺得11月22號那天我可能會榮光煥發 大學就開始了 大學就會吃一些B跟C 然後其實關於魚油的這個部分 至少五年前就開始意識到說 啊隨著代謝 隨著其實我們用腦過度3C產品等等 我就開始補充魚油的營養 臉啊 那你會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吃跟睡是最重要的 然後當你感覺到你的身體是 負荷的來的時候 你再去做一些適合你的運動 氣質高雅有靈氣 遮瑕膏 因為我的黑色素沉澱會比較明顯 所以一些亂摳啊過敏啊那些疤痕我需要遮起來 眼睛好像還不錯 大家蠻常稱讚我的眼睛 就是其實我很小時候很想改名字 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佩慈太 我不是要 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叫佩慈很好 而且是把媽媽媽給我的名字 可是我有一段時間就是 很追求那種小說裡面那種很夢幻的人 什麼曾 曾 曾 曾輝英 這就是那種 你知道市集裡面的那種名字 學生時代好像迷戀喔 但是改不了所以我就狂改英文名字 嗯 這個真的沒分享過 關注我的是什麼 就是11月22號我即將要在台北TSCC 舉辦我的真麥子迷軍演唱會 希望大家那天有空的還有少量的票 一定要來看喔 一定要來聽我唱歌 就把這张一 kennt 可以唱歌 那天啊 來吧 那天啊 那兩個 在那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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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